Unity 的主要受眾是手機遊戲開發商 和虛擬實境的開發商 除了提供開發遊戲的軟體之外 這間公司還會讓遊戲設計師 營運和出售他們的遊戲 包辦一條龍的產業服務 另外元宇宙的興起 也讓虛擬實境內容的產出更盛興 主導這項技術的 Unity 自然也是走在一條康莊大道之上 HELLO 大家好 我們是 V 台灣 歡迎收看這集的投資金鼓追 我是 Rena 每週五分鐘為大家解讀一家上市公司 前一集我們講到了元宇宙的發展 而這集我們將介紹目前最接近元宇宙概念的遊戲產業 畢竟遊戲玩家更喜歡嘗試新事物 而且龐大的遊戲客群也能幫助公司 收集相關數據 並靠著遊戲營運獲利 如果你正在懷疑一款熱門遊戲 到底能帶來多大的營收 那你一定是還沒看過 蝦皮和 Garinam 公司的介紹 可以點擊影片右上角 瞭解一下遊戲產業的吸睛大罰功力 有多麼驚人 說到這裡大家可能在猜 我要介紹哪間遊戲公司 NONONO 今天要介紹的公司 並不是自己做的遊戲 而是開發能做出遊戲的軟體工具 除此之外 這間公司還會讓遊戲設計師 營運和出售他們的遊戲 包辦一條龍的產業服務 沒錯 這集要介紹的就是從9月開始 股價就一直漲不停的 Unity Software Unity Software 創立於2004年 並於2020年9月 與美國紐約證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的主要業務是提供能創作 Real-Time Interactive 3D 內容的平台 簡單來說就是你能用這個平台 創造出一個空間 而這個空間裡面的要素 能根據體驗者的互動 立即性地改變 並確保改變前後的因果關係 是合邏輯的 很顯然的 能夠最廣泛的應用這項技術 就是在遊戲 所以相關的開發軟體 一般也會稱之為 遊戲引擎 為什麼要叫做引擎呢 如果我們把一整個完整的遊戲 看成是一台車子 打造這台車的首要工作 一定是放上一顆馬力足夠的引擎 接著才是加裝車門 座椅 車燈等等其他要素 所以在開發一款遊戲時 首先就是需要一個遊戲引擎 作為遊戲設計師的主要工作台 Unity 的主要收入來自兩大業務部門 Create Solutions 和 Operate Solutions 其中的 Unity Create Solutions 提供遊戲開發上會應用到的軟體工具 主要商品當然就是遊戲引擎 Unity Engine Unity Engine 你可能不熟悉 但是由它開發出來的遊戲 你一定聽過或是玩過 根據2020年的數據統計 排名前1000大的手機遊戲中 有71%的遊戲是用Unity 創作的 比較知名的 有原神 紀念碑谷 Pokemon Go 以及之前有介紹過的超吸睛手遊 Free Fire 我要活下去 不過Unity Engine 不只是能開發手機遊戲而已 它支援超過25個平台 所以在任天堂或是PlayStation 這樣的封閉式平台中 也很常能看到由它開發的作品 比如玩到會友誼破裂的 Overcooked 或是獲獎無數的 Inside 除了遊戲之外 Unity 的 3D 技術 也在各種產業領域被應用 比如 BMW 為了測試電動車的自動駕駛功能 就在由 Unity Engine 創造的虛擬空間中 行駛 2.4 億公里的路途 瑞士的醫學教育公司 Verta Med 也用 Unity 的引擎 創造出 3D 的手術模擬器 來重現複雜的手術場景 讓醫學實習生能有更真實的手術訓練 Unity Engine 還有一個最強大的功能 就是創作虛擬實境和擴增實境 目前市場上有 60% 的 AR、 VR 內容 都是透過 Unity 製作 財富雜誌更有表示過 Unity 正主導著當前的虛擬實境業務 所以若要加速實踐元宇宙的世界 Unity 的 3D 和虛擬實境技術是不可或缺的 除了提供開發遊戲的軟體之外 Unity 連你的遊戲要怎麼上架到 App 商店 又怎麼在遊戲內安插廣告賺錢 都幫你想好了 公司另一大事業體 就是遊戲的 Upper Rest Solutions 其中包含 Unity 分發平台 Unity Ads 讓遊戲設計團隊在辛苦開發出遊戲之後 能更快速的獲利 不過會有這個事業體是有原因的 一般能做出 3A 大作的遊戲公司 比如 Tech 2 或是動視暴雪 大部分都有自家開發的遊戲引擎 這樣規模的公司 理所當然也能在開發遊戲之後 包辦運營和銷售的業務 但是許多使用 Unity 引擎的遊戲公司 都比較小心 又或者只有工作室的規模 所以在銷售部分 就比較難有更多資源去執行 Operate Solutions 給客戶非常完整的套裝服務 無論是後端的玩家行為分析系統 還是自助式的廣告資源工具 你都可以依照自己的需求分享購買 就好像買了一台車之後 再加買行車記錄器或是車鞋一樣 看起來像附屬業務的 Operate Solutions 卻為 Unity 帶來了很好的收入成長 根據今年第三季度財報顯示 Operate Solutions 的收入同比增長了 54% Create Solutions 則是同比增長 34% 2021年度中 10萬美元資本的大客戶 共有 973 家 對比去年同期的 739 家 增加了 32% 大客戶是公司 預測續訂追加服務等收入來源的主要群體 所以能有這樣的增長 對 Unity 來說是非常重要的 另外在近收入流存率指標中 擴張率來到了 142% 這個數據對有 SARS 模式的公司來說 是很重要的 流存率越高代表原客戶 在訂閱服務上的花費越多 也是認可公司服務的證明之一 Unity 的主要受眾是 手機遊戲開發商和虛擬實境的開發商 從 New Zoo 的統計數據來看 手機遊戲的營收增長是最快速的 總增長超過了 PC 和家機遊戲合起來的比例 以產業趨勢來看 Unity 的發展方向能為他們帶來更多的潛在客戶 另外 元宇宙的興起也讓虛擬實境內容的產出更盛心 主導這項技術的 Unity 自然也是走在一條 康裝大道之上 多家大廠推出的 VR 裝置 裡面有高達 90% 的 VR 內容都是由 Unity 製作的 差不多小故事 我自己也是玩了超火紅的 VR 節奏遊戲 Beat Saber 才知道 Unity 這家公司 Unity 的遊戲引擎之所以備受歡迎 除了強大的功能之外 最重要的一點就是容易上手 如果你想做一個中世紀的格鬥遊戲 卻不會畫騎士盔甲 沒關係 你可以到 Unity 的素材網購買一整套的盔甲素材 或是一堆克蘇魯風格的怪物 大大減少你的製作時間 面對初學者 Unity 提供非常完整的線上教育課程 並極力將這套軟體推廣至校園 也推出許多學生的優惠方案 為的就是將所有潛力客戶 從一開始就拉攏到自己的生態圈之中 之前蘋果公司剛推出筆記型電腦時 也是用校園搶佔法洗淨了一大批果粉 這樣高專業技能的軟體 本身就具備高轉換成本的優勢 不過要能贏過敬業 吸收新的使用者加入也是非常重要的 遊戲專案通常都是由團體共同完成 如果夠多人使用 Unity Engine 也會形成網路效應 因為大家都是使用 Unity 所以為了更方便的與其他人合作 新加入的產業設計師 就會更傾向去選擇 Unity 家的產品 可以說 Unity 在未來 將會成為遊戲界的 Adobe 最常被拿來和 Unity Engine 比較的遊戲引擎 就是由 Epic Games 開發的 Unreal Engine 雖然 Unreal 的上手度 沒有 Unity 來得容易 但是無論是畫質還是遊戲精緻度上 Unreal 目前也都是領先的 也因此若要開發 3A 大作 Unreal 還是比較好的選擇 不過和經驗相比 Unity 的服務不只是停留在 遊戲產業上游的開發階段而已 連中游的運營和銷售服務 也能提供客戶良好的資源 嚴格來說 目前市面上 還沒有 Unity 的絕對敬業 其實 Unity 一直都知道 自家服務需要改善的部分在哪裡 在最新一季的財報中 Unity 宣布以 16.25 億美元 收購曾經製作過魔界 阿凡達 全力遊戲的視覺特效動畫公司 Veta Digital Veta Digital 的收購資產 包含了所有的面部動畫 虛擬城市景觀 物體變形建模等多類技術 還有各類的皮膚 美學 場景設計等等 公司計畫將這些資產 整合到 Unity 的平台中 成為訂閱產品之一 這項收購等於是間接解決了 Unity 一直以來 畫面不夠真實和精美的問題 由股價的表現來看 市場對於這項收購案 可以說是非常滿意的 好 聽完我吹捧了一整集的 Unity 你可不要急著買入股票 公司目前仍然處於發展階段 為了持續更新基礎功能和解決方案 研發成本一直是公司最大的資金壓力 這個季度研發成本達到1.8億美元 比去年頭期大增了53% 累計三個季度的研發成本 則是比去年同期增加了72% 所以即使收入都有持續增長 但 Unity 在第三季度 還是持續蒙受虧損的 雖然與去年同期相比已經縮減了20% 但在真正一例之前 成本壓力都會是一個潛在風險 而且 Unity 剛上市未滿三年 股價相對來說波動比較大 這也是投資者們必須要去注意的 好 以上就是這集投資金股追的內容 喜歡影片的朋友記得按讚分享出去 若不想錯過更多好內容 一定要點擊影片右下角的訂閱鈕 並開啟小鈴鐺 有其他想認識的上市公司 也歡迎留言在下方讓我們知道喔 那我們下集再見啦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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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集再見